漖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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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漖漉漖漖漖漖漖漖漖� kanu 잡 elected for the Second карab sería el lúo 嘿大家好 我是橙浩 那這場比賽要來玩的是老娜 金娜 那金娜最近是越玩越愛阿 覺得金娜會搶不是沒有理由啦 因為金娜的自保能力還是法師裡面算是充一充二的好 因為通常你開啟大招之後對方真的 想要硬殺你幾乎也是蠻困難的 因為金娜在開招的時候是有這個免傷的 那如果你身邊有敵方隊友的話呢 敵方的人的話越多隻啦 這個免傷的效果越多 好那我們在前期這裡對到的是 納塔亞也是這個一線法師 那金娜這個一技呢這個瘋狂曼陀珠啊 我是覺得說如果要用的話 還是可以先從草叢這裡以草叢為基準點 那慢慢的就是先讓自己視野裡有敵方的這個英雄 那搭配了小兵多次的對他做這個poke 那中路他們的這個馬洛斯殺過來了 那算前期的這個魔法攻擊沒有說很高啊 不過能多少打一點試一點嘛 好那我們再繼續來到古龍這裡 因為看到古龍已經出了喔 那對方的這個打野角呢也是在附近蠢蠢欲動啊 那對方的納塔亞在後方喔 我是稍微躲一下他 那這邊我們應該是順利的拿到這個古龍 好那中間這裡 中路這裡哇 直接他們就是被我們抓了一波喔 那血量也是耗了蠻多的啊 那金娜在法師的這個陣容當中呢 我覺得算是速度不會說太慢啦 因為一般法師基本上速度都只有340起跳了 不過金娜是有360 那普雷塔當然先不用說啊 普雷塔那個本身被動就可以增加他的跑速了 好那這裡趕快把這個兵線清掉 那這裡被普雷塔被對方的納塔亞抓到 那還好我是有免疫的 那就是蠻不小心啊 因為我剛剛急著想要去對方的野區 支援那 開啟免疫之後是躲掉了這個 那個納塔亞的一套啊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那這邊趕快再把這一隻唯一的兵給吃掉 我的兵線已經 嗯就是被推掉了 那我剛剛是本來想再去支援喔 已經學乖啦想說走另一邊啦 那這邊一直沒看到納塔亞 好看到納塔亞之後我就比較放心喔 那納塔亞也是一隻像 我覺得像悟空的那種角色啊 就是你在草叢裡的威脅性就是比 直接出現在戰場上還大喔 因為你這樣草叢突然丟出這個2技 再加上一技 如果全部都中的話直接開啟大招 對方是根本沒有任何的這個 反應時間啊 那對方的馬洛斯血好殘喔 直接進場之後2技緩住他 那趕快的出來 扛著塔兩三下 那魚人是送了我一個護盾喔 那這邊吃完了 對方的馬洛斯之後 趕快的回到中路啊 快馬加兵 唉唷兩隻喔 那我這邊就是一個錯誤的進場啊 我不應該這麼大剌剌的從這邊出牢 因為我是覺得 對方納塔剛剛是有交進的在小兵身上啊 所以就沒有那麼多的這個顧慮啊 結果 呃剛剛沒被他殺掉 這一次終於被他殺掉 他已經覺得哇開心啊 剛剛沒殺到啊 現在總算殺到你喔 好那再繞回來這裡 下路這裡看一下 那對方的這個哥德爾呢 也在那蠢蠢欲動啊 那這邊哇 愛里開啟大招 我是開著這個大招 直接是想要逃難啊 因為我怕他直接殺進來 那對方納塔還是出了一套 但是都沒有打到人 好那這邊呢 稍微躲一下 那原來是哥德爾在瞄準那個野怪啊 感覺這隻哥德爾很會喔 把我們野怪都給吃掉 那這邊我大招再一秒就好 他再不跑的話 我就要上前囉 唉唷他直接過來啊 那過來想暈我啊 但是我看到下面還有一隻 更可口的馬洛斯啊 他是把我們的塔給推掉 那怎麼能讓他 這條命留下來呢 那對方的這個 哥德爾也是被狐狸給吃掉啦 那狐狸也是吃肉長大啦 那這邊看到對方的悟空 稍微躲一下 被他看到了趕快先落跑 因為悟空進來的話 兩三磅 我可能就會殘血啊 那對方愛里也過來囉 那這裡看一下能不能跟他打 因為我們狐狸好像要打喔 那我這裡大招還有一秒 那時間到直接殺過去啊 但是對方的猴子 跳著了喔 沒辦法 如果出韓星拳杖先出的話 黏人的效果會比較好 因為大招開啟的時候 你一邊這個大招都是有這個 緩速的效果 那這邊哇被對方抓個正著 完全閃避不及啊 逗留太久了 對方四隻全部都在下路啊 真的是 呃...很有這個 團隊意識啊 那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這場比賽我們的菲尼克是 相當的嘴啊 神嘴啊 一直在嘴啊 一直在嘴我們的猴子啊 那我們是四個人在一起玩啊 那這次菲尼克是一個局外人路人甲 那一進來就這麼的嘴啊 那我們的人都是非常非常的有素養喔 幾乎也不會跟他互相嘴啊 就是他嘴你是他自己家教不好嘛 那這邊呢 稍微看他被對方凝虐喔 那等他死了之後呢 我再進場 直接殺過來喔 那這邊是看能不能收到這隻馬洛斯 OK 馬洛斯也被我們給收掉了 那對方納塔亞開啟大招 趕快的離開他的這個死亡射線範圍喔 那我稍微看一下覺得 嗯還是不要打好了 還是回去要補個血 剛剛一直在想說到底不要打 那最後還是算 好那這邊補完血之後呢 下路的兵線差不多大了 我來稍微清一下下路的這個兵線啊 那這邊對方的哥德爾呢 應該還在我們野區這裡閒晃喔 我是不敢輕舉妄動啊 因為現在看起來我們的這個 烈勢是比較大 風向是往他們那邊吹啊 那這邊趕快把兵線清完之後 提升一下自己的經濟 那我這裡呢就是從後面看 能不能從草叢抓一下這個殘血人喔 不過對方都沒什麼殘血啊 那這隻納塔亞 喔納塔亞被抓到了 那我是直接繞到大塔亞的後面 然後開啟這個二技還一下 但是對方支援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啊 那這裡對方一窩蜂的直接 從四面八方啊殺進來啊 我們是四面楚歌啊沒辦法啊 承受不了這波的這個傷害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菲尼克一直在嘴啊一直在嘴啊 嘴個不停啊 真的是 也許是 可能是國中生吧 這個放假 然後作業寫完了就開始打傳說 好啦看一下啦 其實國中生都還是很有素養的啊 好不好 但是我遇到的中二生都比較沒素養一點 但我當然不是以偏蓋選啊 我也是有傳說的好朋友是 這個 國中啊 對吧 靜靜 哈哈 那這邊我們就 看到這個 抓準這個時機喔 那納塔亞是沒有攻擊到 那這個血量非常殘當 是開啟大招 就硬是把他給擊殺掉啊 那這邊趕快的把兵線輕輕喔 那對方是死了兩隻 不過對方哥德爾 我覺得他是會玩喔 所以我看到哥德爾會稍微躲一下 覺得有點危險啊 那其實一場比賽呢 如果說團隊適合啊 你嘴我我嘴你他嘴你你嘴他這樣 基本上這個團隊已經沒有這種 團隊的精神喔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樣的比賽 你說要打得好的話 還是有一點困難啊 但是還好我們是四個人一起啊 所以大家 除了那隻菲尼克以外 其他人都是很有這個 決心要贏喔 那我這邊是 搭配著我們的這個 那個魚人啊 那我剛是開啟的這個免疫喔 所以一次 是抓掉了對方的這個 欸 居然只抓掉一隻啊 我剛以為 我進場是一坨人喔 那沒想到 是因為悟空開著這個分身啊 所以有很多人在裡面啊 最後好像只抓掉悟空一隻啊 那是一個 1換 喔3換1啊 這一波有點虧喔 好那邊 這邊復活了 復活之後呢 趕快再殺出來 看到對方 這哥德爾已經在 這裡中路這裡 啊回去 那直接開啟大招往前追啊 但是他很有意思的打到 不過我身上是有這個 寒冰法杖的喔 那這裡看到對方的艾里 哇操 趕快走囉 那可憐的菲尼克又被對方艾里纏上啊 不過 我們的悟空也是過去幫他喔 雖然嘴歸嘴啊 但是悟空呢 還是很有這個團隊的意思 那此時大招又好囉 金娜大招的CD其實也是蠻快的啊 這就是為什麼我最近喜歡用金娜的原因啊 大招開了又開 轉了又轉啊 那這邊上路的兵線趕快清一下 沒事的話趕快清一下 因為法師的發育也是很重要 裝備起來啊 他有辦法跟對手抗衡啊 那他們想要這個進攻這個凱撒 我是覺得先清兵線比較重要 先整理兵線啊 兵線是根本啊 因為對方才死一隻欸 你真的要吃凱撒其實蠻困難的 那納泰亞算先殺掉我們的猴子喔 那我這裡直接進場開啟大招 那是抓了一隻又殺一隻啊 那這是納泰亞想跑嗎 稍微躲一下 這個神走位啊 躲掉納泰亞的這個技能喔 那對方馬洛斯呢 昇龍火虎啊 直接騰空出世啊 炸下來啊 殺掉了我們三個隊友啊 我的媽啊 趕快跑喔 那我這邊是偷到這方的這個藍buff 趕快找個地方掩蔽喔 那這裡我相信他們會在中路清一下兵啊 所以趕快來到下路清兵 那這邊是直接就回程喔 因為我覺得我這個血量感覺會被抓喔 那果然對方納泰亞過來 但是因為貪心啦 好不好 想要那一波兵線啦 不過還有納泰亞沒有說很激動的過來 閃現進場然後灌我一個2技 再加上大招收掉我 欸我是看過這樣納泰亞很6啊 6的不得了 我都想要給他一個7了 6都還不夠啊 好那這裡我們人又 哇又是一坨會戰喔 不過納泰亞剛剛應該是在下路 所以這邊的話他們是沒有法師的 那我這也是一個進場喔 那我身上其實是有這個免疫 我直接站在他們中間 好抓準時機開啟免疫 他們想打我呢都沒辦法 那這裡這樣這個瘋狂漫頭豬一直彈跳 最後收掉了這一隻 哥德爾 好的 達到了一個四殺 大開殺戒啊 那已經開始有點逆風高飛的這個感覺了 那我們的人在摳凱撒啦 但是我這個血量可以嗎 唉唷這凱撒在貓我一下 我可能就要掛喔 我覺得還是先退一下 因為我們的血量其實不太行喔 好那這邊趕快先回去喔 那但是我們的魚人好像一直想吃凱撒 但是這沒辦法啊 我們要量力而為啊 先回來 了不起就是等下會戰再好好打一波嘛 沒什麼好怕啦 那這邊趕快把兵線清一下 因為整個塔的這個數量以及兵線 都對我們來講比較不利喔 那經濟呢 我們是人頭數是好不容易追上啦 費盡千辛萬苦之力才追上 那悟空 我們圖倫都在下路 那我這個 比較稍微薄一點 所以我也是來到下路跟他們會合 那這邊看一下 躲一下這個草啊 看一下能不能抓 那其實他們的悟空以及 這個馬洛斯是在吃凱撒 不過我們魚人應該是一個神推喔 推掉了對方的凱撒 然後我們突然就擁有這個凱撒之力啊 那直接就是打他們一波措手不及啊 我相信啦那個魚人應該是從 很遠的地方突然推一道浪出來 嚇得他們大驚從早到晚失射啊 那最後漂亮的逆轉勝啊 成功的呢 打了一波這個 這個逆轉反高潮啊 那AVP呢就被我收下了 這個 免疫呢運用的德盧啊 好啦其實也還好 不過我覺得免疫這不錯 有人問我說帶斬殺好還是帶 呃免疫好還是帶這個清醒好 但是個人都有個人的這個 習慣吧我覺得 我覺得啦 那這裡呢其實我這個人是很少檢舉人的喔 那因為這fake才太嘴啦 嘴我可以啊 嘴我朋友就不行啊 呃 但是我不知道這裡要打什麼 所以打個加油 但是 被我女朋友說不行 所以我女朋友叫打一個87 所以我就打個87 沒辦法我是馬子狗啊 哈哈 好啦那今天這場比賽呢就到這裡喔 謝謝囉 掰 掰